省事大概一分鐘 新視頻女士們大家好我是上下直播 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是九五大實力比賽 今天的題目是這個 你的朋友失戀了 安慰的時候最不刹斷的話是 好今天介紹的是碰到真的情況 千萬不要說的安慰 那麼第一個是微博名字 魯金軒是個美少女三的這個評論 友達が失戀した最もふさわしくない慰め方は何 おいおい空気漏じゃないのか 新しいの買えばいいだろ 哎呀點贊最多的就是這個 不過壞了就買新的一個是 做的不是陣愛 這樣的時候用比較好的年賀劍和 微小素料求好才是對的 這種事情的難題不會受歡迎喔 好那下一個是微博名字 烏金さん的這個評論 友達が失戀した最もふさわしくない慰め方は何 ふさぎ込むなよ あいつのどこがいいんだよ お尻の左に朝もあるしさ あ 在日本這樣的時候 試練的他叫做弟弟 安慰的你叫做哥哥 え?我再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過這樣的評論其實挺多的 你們再說什麼 好像你們也不懂吧 好那下一個是微博名字 PW0X3 那下一個是微博名字 友達が失戀した最もふさわしくない慰め方は何 大丈夫だって 山下は30歳になっても彼女いないのに お前はただ別れただけだろ 不思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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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達が失戀した最もふさわしくない慰め方は何 いい人紹介してあるよ 山下智博って言うんだけど 不思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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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寶寶拒絕 不思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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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個是微博名字 楊哥さん 這個評分 友達が失戀した最もふさわしくない慰め方は何 你?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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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真的氣死了 雖然點贊量不多 但我對這個評論給滿分 這太過分了 好 那我們看看日本網民的評論吧 這就讓我們回到三次元回頭 有道理 不過二次元演好事好 來 請你期待一下 好 咱們去天台吧 好 附属行吧 偉大的 還真是 偉大的 我是 好 好 那這次按住了 我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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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呆 我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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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呆 我呆 好 我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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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等我們見到 拜拜 大西里比赛的题目是 每个周五晚上周点会跑步的 情况最上